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素材文件之后 选择打开 接着我们再来打开一幅素材图片 选择文件菜单 选择打开命令 找到素材文件之后 选择打开 打开之后 将天空图片偷动到当前的文件当中 拖动进来之后 我们按快捷键Ctrl加T 进行调整当前图片大小和位置 调整完成之后 按回车键确认 拖动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涌控工具 将天空下半部分的草地部分删除 删除完成之后 按快捷键Ctrl加T 取消选区 现在我们将天空面板进行掩藏 选择背景层 选择工具箱中的魔术棒工具 点击白色的部分 选取选区 选择完成之后 按快捷键Delete 进行删除 首先 我们先双击背景层 使其变成可编辑的图层 图层0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再来按Delete键进行删除 删除完成之后 调整图层1和图层0的图层顺序 这样 天空的部分就已经载入到当前的文件当中了 推动进来之后 我们发现当前的天空图片和我们当前的素材文件 有些不符 天空好像太亮了 接着 我们对天空图像进行调整 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调整 色相保和度明明 输入当前的色相为-18 将爆合度设置为12 调节当前的明度为27 点击确定 接着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的天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选择通道混合器 在谈出的通道混合器面板中 我们首先来勾选单色复选框 接着 我们来调节数值 将当前的红色调整为106 设置当前的绿色为66 调整蓝色为-80 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按客截键 Ctrl Shift Alt加 e 进行盖定图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 创建新的天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选择曲线命令 在弹出的曲线面板中 我们来调节当前的曲线数值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继续按快捷键Ctrl Shift Alt加1 进行盖映涂层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的天充或调整涂层按钮 继续选择曲线命令 继续调节当前的曲线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继续按快捷键Ctrl Shift Alt加1 盖映涂层得到涂层4 接着我们选择滤镜菜单 在滤镜菜单中我们选择锐化 USM锐化 在弹出的锐化面板中 我们将当前的数量设置为60 点击确定 快捷键Ctrl加F 重复上一次的操作 选择图像 调整 色彩平衡命令 在弹出的色彩平衡面板中 我们来进行输入色阶 将青色和红色调整为-32 将阳红和绿色调整为-14 继续调整 继续调整黄色和蓝色 设置为-23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阴影 输入青色和红色的色阶为-27 阳红和绿色为-14 黄色和蓝色为-2 点击确定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 串进新的天充或调整涂层按钮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可选颜色 选择完成之后 在弹出的可选颜色选项面板中 我们在颜色中选择白色 将黄色的数值输入-35 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按客截键 Ctrl-Shift-Out-E 盖影涂层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选框工具 将地面部分进行选中 选中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滤镜菜单 在滤镜菜单中我们选择扭曲 选择海洋波纹命令 在弹出的海洋波纹面板中 我们将海洋的大小设置为9 波纹的硬度设置为9 点击确定 按快捷键Ctrl-D 取消选区 接着我们再来新建一个涂层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涂层按钮 创建新涂层 涂层6 将当前的前景色设置为白色 按客截键D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选择新光式的笔刷 选择完成之后 我们按快捷键F5 进行画笔预设 选择画笔笔间形状 调整当前的间距大小 在这里我们设置为210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形状动态 将大小抖动设置为最大 将角度抖动设置为27%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散步 勾选两轴复选框 将当前的散步设置为350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按客截键F5 隐藏当前的画笔面板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在当前的工作区内 进行随意的绘画 图码完成之后 当前具有圣诞气氛的照片 就制作完成了 感谢您观看 21互联运辰教育网的课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